由文化部駐泰國文化組 與泰國鮮羅皇家建築師協會 共同主辦的建築主題展 邀請泰國包括珠拉隆公大學 等四所知名院校的建築學院 與台灣共八組建築師團隊 以大地無限為主題 呈現台灣與泰國相對應的 當代建築樣貌 策展單位表示 COVID-19疫情帶給人和建築之間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他們希望能有答案 這個展覽我們想要質疑的一個問題 就是新冠疫情帶給人 跟建築之間什麼樣的關聯性 所以我們這個空間 到這個參展建築師的項目 它表達了人跟建築 還有土地的一個 很緊密性的關係 宏仁傑還以泰國的 The Commerce Thunler設計案例指出 建築工藝也可以讓人和人之間 在都市裡都可以有趣的互動 The Commons 通樓 他們透過建築抬高的方式 讓人在這個建築下面有一個灰空間 也就是陰影空間 這個陰影空間創造了這種公共性的交流 所以促使人跟人之間在都市裡面 也可以有一種很趣味的 很互動的關係 這次展覽為期三週 期間還會舉辦三場台泰建築文化交流座談 期待讓泰國建築領域專業人士與師生 以及有興趣的泰國民眾 更深入了解台灣當代建築的文化與特色 中央設計的旅行會曼谷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